早上的8點44分 在天氣方面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的實景畫面 就在台北市區 現在太陽出來之後 其實看起來天氣狀況都還不錯 但提醒大家在清晨的時候 是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溫度會比較低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出現在基隆的7度 只有17.8度 那在新北市系止則來到18.3 花蓮、台北市區 然後還有在桃園 像今天清晨低溫大約是來到18、19度 沒有前幾天這麼冷了 那至於在今天的降雨量上面 我們透過了定量槍水預報圖一起來看 那今天白天時間受到高壓的影響 全台上空幾乎沒什麼水氣 但是到了下午晚上時間 尤其像在宜蘭山區 還有在北部山區跟中部山區這一塊 容易出現一些飄雨到局部陣營的發生 但是大約是到了晚上入夜時間 降雨狀況稍微趨緩了一點點 不過一開始有提醒大家 今天來說就受到高壓的影響 所以普遍溫度都會比較高 尤其氣象鼠也在發布了高溫資訊 像現在來說 彰化雲林、嘉義市、嘉義縣 還有台南跟高雄 正中午時間高溫方有機會上看到36度以上 所以也提醒中南部朋友 大家要特別留意 來看一下這一週上面天氣會如何做變化 好天氣只維持到禮拜一 因為到了禮拜二開始 會有微弱的封面開始南下 那這個時候北台灣東半部地區 大家就要特別留意了 除了封面的影響之外 再加上東北氣風增強 所以北台灣東半部又會再開始降溫轉雨 不過這一波封面稍微是偏比較弱 所以對中南部來說影響性比較少 那至於在迎封面天氣要回暖 是要等到禮拜三 週三到週五再次受到高壓的影響 白天的天氣狀況會一天比一天還要再穩定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的溫度上面最新變化 今明兩天也都是好天氣 北台灣高溫可以上開30到31度 剛剛有提到到了禮拜二受到封面影響 會開始降溫轉雨 那高溫稍微略降了一些些 要回溫的話要等到週三週四了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這幾天也都是好天氣 尤其今天在中南部 高溫方有機會上開到36度以上 那幾乎都跟夏天一樣了 那明後這兩天天氣狀況也一樣還是算不錯 高溫可以上開32度到34度 但清晨晚上會比較涼一些 低溫只有20 21度 所以中南部朋友反而要留意 這幾天日夜溫差都還是超過了10度以上